西南航空的空乘人員已批准一份合同 將在未來四年內總計加薪超過33% 運輸工人工會星期三表示 Local 556分會成員以81%對19%的比例通過了該合同 西南航空大約有2萬名空乘人員 根據合同他們將於5月1日獲得超過22%的加薪 並在接下来的三年內每年加薪3% 此外該合同還包含行業內首個帶生產價和優移價 以及類似2022年12月系統崩潰期間的補償 據工會稱工人們還將分配3.64億元的批准獎金 這個進展是航空業自新冠疫情恢復以來持續向好的部分 與此同時其他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仍在談判中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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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